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9月16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凡志 新闻焦点来带您看到 正值中国的中秋假期 但是台风被逼加来势汹汹 可能会成为1949年以来 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 所以各个单位都加紧脚步 做好防台作业 上海浦东和洪桥机场 也取消了昨天晚上8点之后的所有航班 而昨天晚间8点生成的 第14号台风葡萄桑 预计在星期四最靠近台湾 为台湾北部和东半部 带来间歇雨时 中国的中秋假期连放三天 但是碰到中度台风被逼加来势汹汹 上海各大景点空无一言 只剩下工作人员把握时间 把可能被冲毁的栏杆家固家劳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天文大潮 将会叠加台风风暴潮的影响 看似平静的天气一点也不能大意 中国气象局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预估被逼加登陆之前就会达到强度顶峰 并在中国浙江周山到上海浦东一带登陆 可能会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 尤其现在正值天文大潮期 风浪潮三碰头 上海和浙江北部将会掀起4到6公尺巨浪 上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过40亿万多人 除了800多艘船只进港避风头 浦东和洪桥机场15日8点后也取消所有航班 铁路多条线路停运 车站机场人满为患 而今年第14号台风葡萄桑也在昨天晚间八点深沉 在海面上形成双台供物 路径和被逼加相似 预计星期四最接近台湾 为迎封面的北部东半部带来间歇雨势 葡萄桑名称由马来西亚命名 马来文指的是一种热带水果 预测未来路径往北北东转西北 潮流求附近海域移动 但仍有不确定性 还是得要防范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记者 朱峰柱 齐昌综合报道 中途台风被逼加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大约是在上海西北西方370公里的陆地上 邀请在东海 浙江海面 花鸟山海面 还有黄海南部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提高警觉 另外一个在昨天晚间生成的轻度台风葡萄桑 今天清晨它的位置是在关岛西北方90公里的海面上 预测未来路径会往北北东转西北 朝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 而今天白天 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大多都是多云到勤 东半部地区还有金门 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震雨 在中午过后 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晚上开始水气增加 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震雨 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大台北还有马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要留意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会有乘浪发生的几率 目前在台东已经观测到了1.5米的浪高 不过天气上来说还是高温炎热 今天中午前后 台东线亮起了橙色灯号 代表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在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桃园市都是黄色灯号 出门大家要记得注意做好防晒措施 继续来看到桃园复兴山区因为连日来的降雨 导致雪雾闹部落连外道路半边桥在昨天上午摊风 一度是造成了部落居民一百多人 还有游客两百多个人受困 工作评估短时间难以修复 所以是先在昨天下午敞通了旧路 游客全部都顺利下行 路面直接断裂崩塌 复兴区雪雾闹部落的连外道路半边桥 位处顺向坡 连日大雨后结构松动 周六晚间就零星落石 所幸 驱公所在当时就已经预警性封路 在周日上午发生大面积坍塌时 没有人车经过 公所接获通报 汇同辖区警方和养护单位来到现场 评估半边桥受损严重 修复恐怕需要时间 决定先抢通旧路 大型积聚进入之后 清除路面上树枝及石块淤泥 不过因通往部落处有高低差 人员以徒步通过 填补碎石 稳定路基 在周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抢通 辖区远景协助交管 让游客可以顺利下山 因旧路路浮较窄 无法汇车 现场暂时指出不进 落于山区下雨 也会是情况管制通行 桃圆市政府也将在周一会同相关单位前往现场 研议后续如何修复 因目前正值山区田市采收 也会讨论如何协助部落居民运销农产 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天的早餐速报 首先是中国时报 云林市太阳光电发电量前三大的县市 但是地面型太阳能光电厂 大多都设在农牧用地上 严重破坏了生态还有农业发展 一再引发了民众抗争 云林县政府七月底发文经济部能源署 要求中央要总量管制 统一审查作业的规范 并建议业者申请之前必须要先取得 地方同意设厂连数书 云林县府地方杠上了中央 打算要使出霹雳手段 暂缓核发同意函 自由时报来关心高等教育普及 大学文凭可能不如专业还有技术在手 主治总处调查 2023年大学教育程度者 可支配所得平均数是65.66万元 低于专科的67.3万元 收入再度被抽车 研究所以上平均数达到了105.48万元 中位数89.71万元 居各教育程度之贵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审计部指出 过去三年来有勾达 180万5404辆次汽机车 没有依照规定验车被罚 而且与其未验车造成的交通事故逐年攀升 三年来有3700辆次 因为基建原因 辆车祸 要求交通部要检讨 读报看完继续来关心来自中国的王姓男子 周六搭乘丧皮艇要在新北市领口偷渡上岸 被捕 遭到了检方以未经许可入境 犯罪嫌疑重大 有逃亡勾串之余 生涯境界获捲 而由于发现的地点是敏感的红色沙滩 也引发了海防还有国安疑虑的讨论 海委会主委管毕临强调 海巡没有人为疏失 但是要强化海防连行 深深从中国浙江出发的王姓男子 坐着配有选外机的呛皮艇 驶向台湾领口的后坑出海口 要偷渡上岸死被捕 送医人道治疗后 经海巡人员训问 14号晚间移送检方复训 认为他未经许可入境 犯罪嫌疑重大 有逃亡勾串之余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获准 国安14日在林口滨海公路 查获的大陆籍男子偷渡案 在昨天晚间8点45分 涉案的陆籍男子经本署征讯结束后 押解移送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以王姓被告涉嫌入出国移民法 未经许可入国罪 犯罪嫌疑重大 海委会主委管壁林 透过脸书强调 实施偷渡案 海巡没有人为疏失 但海防需要大幅提升 除了勤奸征系统 以及无人机系统 都要升级与部署 由于案发地点 是敏感的红色沙滩 共军可能登陆的地点 引发海防及国安疑虑的讨论 根据记者掌握的讯息 王姓男子的橡皮艇上 载着多个油桶 其中30公升的油桶三个 全用完 25公升的油桶两个 一个用完 另一个渗不到15公升 专家分析 由母船航行到一定位置 再放出橡皮艇 单纯偷渡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也认为近年几次的偷渡案件 全面建置红外线热显象仪 行间增设备以及充实海洋巡逻机 刻步隆缓 记者陈安新 陈宏毅台报道 第79届联合国大会登场 今年会员国高阶代表总辩论 将会在24号举行 主题是不遗漏任何言 外交部表示 今年的首要任务 是向国际澄清联大地 2758号决议的内容 并不是中国所指的一中原则 呼吁联合国应该要接纳台文 民间团体与侨界十四号在美国纽约市中心 举行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游行活动 今年吸引许多年轻留学生参加 人数超过五百人 声势超越往年 今年除了彩绘卡车宣导诉求 时报广场也有三面看板播放影片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而第79届联合国大会重头戏 会员国高阶代表总辩论 将在二十四号举行主题为不遗漏任何人 外交部今年首要任务 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知道 联合国大会第二七五八号决议 并非中国所指的一中原则的国际法律根据 澳洲籍荷兰国会日前也相继通过挺台动议 拒绝中国扭曲第二七五八号决议 尽管中国外交部表达抗议 我国外交部强调 中国无权代表台湾 此外国际抗中力道也加大 德国军舰十三号穿越台湾海峡 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再宣誓 今后将持续派遣加舰过台海 加拿大军舰七月曾经穿越台海 布莱尔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指出 此举并非挑衅中国而是维护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 加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参与 加拿大将成为可信赖的伙伴 记者最后报道 九月下旬将要召开电价审议会 传出有审议委员提出了两种电价评估方案 另外云林县近期为了绿能政策杠上了中央 发函经济部要求统一绿能审查作业规范 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会来协调 经济部长郭志辉十五号前往台南参访七股渔电共生暗场 针对云林县政府近期发函给经济部要求统一绿能审查作业规范 更扬言在中央改善前将暂缓核发执照给再生能源发电厂 云林县政府跟我们能源署可能有哪个地方不是这个很熟悉 那我想多沟通那这些都是好事 十月电价是否在涨 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 希望电价审议委员了解民生需求 做出正确决定 英国既有价下跌台电发电成本比四月低 传出由审议委员希望台电能依据能源价格未来趋势 重新计算成本 并针对能否获得利润通过一千亿波补 分两种版本参考电价 公审议会参考 另外因应叶尖峰用电促进储能市场健全发展 台电研议推出表后储能时间电价 针对高压以上工厂用户 分为夏季和非夏季 尖峰时段每度超过十元以上 离峰时段每度约两元 尖离峰价差超过四倍 从能源署资料来看 除能设备每NWH 建置成本约为一千两百五十万 如果使用连线十年 充放电损失百分之二十 除能放电成本每度七点一元 从成本角度来看 建立峰用电价差至少得达到七月以上 才渴望性用户建置除能设备 台电表示建置除能设备的厂商能维持生产稳定 不过有关表后除能时间电价 还有待提报经济部讨论 记者员此郭俊林台北台南报道 今年六月高雄一名男子走后 在车上吹冷气睡觉一个小时 但是被远警发现九册抽标 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并且因为违反行政法开罚了六万元 警方表示驾驶行为的定义是 已经启动了引擎 而且处于得力级行驶车辆离去的状态 所以认定当时是驾驶行为 远警巡逻发现启动的车辆 为停在人行道上 上前查看发现坐在驾驶座的男子 全身酒味 要求对方酒侧 酒侧值超过零点二五 男子说当时在车上吹冷气 睡觉一小时没有开车 但警方认定这行为 属酒驾行为 依公共危险罪将人移送 也才罚六万元 但男子亲友举证车辆禁止 一小时的资料 检方最后不起诉 但六万元罚单无法撤销 不瞒检方已认定没酒驾 还是得罚六万元 家属申诉也被驳回 决定提行政诉讼 以启动引擎 协处于得力及行驶车辆离信息状态 以对交通安全行政一定之干预 应可任其属驾驶行为 本文警依照上述规定执行取地酒驾 为能尊重检方主问 依据行政法法第26条第二项规定 即便刑事不起诉或无罪 行政机关仍得依法裁处 所以在刑事跟行政 有一致的看法之前 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 检方回应 根据交通部定义的驾驶行为 是以启动引擎 且在得力及开车离去的状态 因此认为男子涉及酒驾开罚 律师则提醒酒驾超标 牵涉刑法以及道交条例 即便刑法不起诉 还是可能出现行政机关 依法裁处的情况 记者王庭孟昭全高雄报道 桃园中立一名音乐教师詹慧玲 2021年遭到夜姓远警 以行机可疑为由拦查 但是詹姓教师不服拒绝 最后是被远警 以柔道大外歌摔倒压制 双方是告上了法院 一审认定夜姓远警 涉犯公务员强制妨害自由罪 各判四合六个月徒刑 另外詹慧玲请求国陪判决出炉 中立分局必须要赔偿 二十万零七百八十元 二零二一年四月 桃园音乐老师詹慧玲 在上课途中被警方 以行机可疑为由拦查 但是他认为无凭无据 拒绝提供资料 遭警方以强制力上靠 双方当时互提告诉 桃园地院去年作出判决 夜姓远警被判处强制罪 以及妨害自由罪 分别处四个月 以及六个月有期徒刑 原先中立分局希望赔偿 张慧玲二十万元 但是张慧玲认为 责任不该由原警个人背负 因此去年三月二十一号 在律师陪同下 到中立分局递交两百万元的 国陪申请书 判促进警政纪律改革 近日判决出炉 法院判中立分局因给付 詹姓女老师二十万七百八十元 中立分局回应 针对女老师遭大外割 疑案的一审判决结果 一切依照司法判决办理 当初涉及这起事件的夜姓远警 都已经承担处分 夜姓远警也已经回归职场服务 尊重司法判决 记者沙燕其中建纲综合报道 台南市警局第一分局 针对交通队的同仁 事办服务满意度调查 也就是民众可以替警察打分数 每个月分数前三名 还可以获得一千元 还有一次的嘉奖 不过这却被外界质疑 造成远警执法上的压力 还可能会成为民众的报复工具 所以警方现在是考量到 社会观感决定取消 前往餐厅用餐 不少民众会在网路上评论餐点 以及用餐经验也帮忙打分数 这样的模式也套用在台南市警局 第一分局交通队基层远警身上 12号起 第一分局针对远警事办服务满意度调查 每月得到民众最高分的前三名远警 可得到一千元奖励金 以及加奖一次 对此民众看法一面倒 警察他跟餐厅那种服务不太一样 他不是完全的服务性的性质 也有可能会有人违规 然后被开罚之后不爽 就是说他的服务可能不好之类的 制度对他们影响比较大 所以说评比我 我觉得可能帮助不是很显著 多数人认为评比不够客观 也忧心有人因违规被开单 却给远警低分 反而造成远警执法压力 第一分局回应当初是为了表扬交通分队 同仁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性 服务态度才设计这个评比方式 事办前调查同仁意见都没有拒绝 因考量社会观感 15号起取消这个措施 又有诈骗集团在脸书刊登 投资诈骗广告 被害人加入投资股票群组 还约了时间面交给现金 警方互报逮捕到了邓信车手 而另外一名嫌犯投意 冲进了东流码头 差一点就落害 最后也被逮捕 前方叫车不理会追捕的警车 还加速逃逸 直接开进了东流码头搭船处 装信嫌犯发现苗头不对 再开就会落海 才下车束手就擒 诈骗集团在脸书 用投资广告招摇撞骗 等被害人加入股票群组 操作假投资软体 再约面交榨取现金 受害人共计前后被骗了五百七十万元 警方先逮到二十九岁的邓信车手 连同收水的装信嫌犯 一并送地检署侦办 名人教学内线交易 还有高报酬零风险 各种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有钱骗钱 没钱也会骗账户 刑事局加强阻诈和银行端合作 让银行透过自动化系统比对 提醒民众可能被诈骗 加强信贷流程的风险控管 警政署统计 去年假投资诈骗案 财损金额高达五十三点四亿元 占了整体诈骗财损六成 民众不要听信来源不明的 消息 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 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平台或是APP 都能够避免辛苦钱 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记者王柔廷 朱方之中健刚 综合报道 欧欧战争到目前双方都俘虏了对方不守的军人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居中协调之下 双方这十四号各自交换了一百零三名政府 共两百零六元遭到释放 这也是双方第五十七次相互交换政府 身上披着乌克兰国旗 刚回到乌克兰境内的战俘士兵 跟家人通电话时 脸上的开心相当明显 欧战争超过两年半 双方都俘虏对方许多军人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居中协调下 俄双方在当地十四号各自交换一百零三名政府 共两百零六人做了释放 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今年来居中协调第八次相互换福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这次换回去的战俘都是八月六号 在俄罗斯边境的库斯克地区 遭到乌克兰跨境攻击所俘虏的军人 这些人多数都很年轻 是一无一士兵 目前这些俄罗斯军人 已经被送到白俄罗斯境内 在当地接受心理与医疗协助 并且能够自由与家人朋友联络 乌克兰官方曾表示 八月突袭库斯克之后 已经俘虏至少六百名俄军政府 对于交换被俄罗斯俘虏的乌军相当有利 十四号的换福行动 也是乌军发动突袭以来 双方第三次交换战俘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表示 换回去的战俘中 有八十名士兵与二十一名军官 而从俄乌开战之后 双方已经换复了五十七次 乌军也换回了三千六百七十名军人 关系新闻 陈志农兵一 南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曾经犯罪猖獗 被黑帮暴力控制 总统布格雷扫黑两年有成 犯罪率已经明显下降 受到了民众高度的肯定 不过也有人认为执法过当 严重侵犯到人群 日本漫画七龙珠的主角悟空父子 在彩绘墙上施展龟派气功 萨尔瓦多首都附近的社区 拉坎培内拉 挥别过去常年黑帮控制 提心吊胆的生活 用五彩缤纷的壁画 让社区改头换面 儿童现在可以自由到游乐场玩耍 民众赶走出家门 企业不用再缴保护费 一切变得生气勃勃 当地过去被黑帮强占的 九百间房屋一一清了出来 全国范围内更有八千栋房产 经由扫黑行动而收复 人们不再被迫租屋 可以贷款或者存钱买房 慢慢打造理想的家 萨尔瓦多从黑帮把持的谋杀之都 变成拉美谋杀率最低的国家 全国人民有感 国际观光客也回流 年轻总统布格雷扫黑 两年有成 让他的支持度居高不下 执政党横扫国会席次 让他突破总统不得连选连任的限制 今年二月以83%的压倒性得票率连任成功 展开新的五年任期 但是大扫黑也付出许多代价 布格雷2022年3月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扩大政府跟军警的权限 可以无需证据 任意逮捕 关押取贡 虽然快速压制了黑帮的气焰 但无视基本人权 造成酷刑 冤狱甚至枉死的案例 也节节高升 家属每天等在监狱外 甚至露宿街头 期盼亲人能够获释 许多家庭破碎 失去经济支柱 儿童活在恐惧阴影 高度争议的紧急状态令 两年来无止境地延长 直到现在 包括许多未成年者在内 被军警找上就一去不回 两年来已经累计超过八万人被捕 送到特别兴建的大监狱 面临集体审判 没有辩护权与家人探视权 国际特赦组织警告 以国家暴力取代帮派暴力 不可能成功 人权团体也担忧 任意逮捕 拘禁人民的做法 未来会日益失控 布格雷面对指责 直言自己是世界上最酷的独裁者 成功瓦解八成黑帮犯罪 让他底气十足 宣示将继续贯彻到底 公事新闻是回忠彬 早点转回国内 来关心主计总处公布 今年前七个月 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 四万六千两百六十九元 而中位数是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元 不过两性的薪资不平等 男性优于女性 差距拉到了三千六百九十三元 台湾薪资逐年攀升 从主计总处日前公布数据来看 今年前七个月 经常性薪资平均数成长率 百分之二点六零呈现正成长 据统计今年一到七月 经常性薪资平均数 四万六千两百六十九元 中位数是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元 中位数对平均数比值 零点八零二 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专家分析有两大关键原因 从薪资调查来看 今年一到七月 经常性薪资中位数 男性是三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元 女性则是三万五千零七十八元 两性薪资差距拉大到三千六百九十三元 比较高薪的这个科技业 可能是男性的从业人员比较多 那在服务业这边 比较低薪一些女性从业人员比较多 那自然这个男女的薪资 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 其他人力专家表示 女性上班族一旦暂时离开职场 不容易再重返职场 如果回职场 平均需要二点八个月磨合期 这些也都容易影响薪资条件 记者员慈郭俊林台报道 新竹客运在苗栗县经营十二条公车路线 营运到昨天十五号 许多长辈和民众都敢来搭最后一班车 只说相当舍不得 这十二条路线将会由一节科技来接手 站点路线和票价都不变 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搭车权益 民众聚集在苗栗铜锣火车站前 等的是他们熟悉的新竹客运班车 对许多长辈来说 更是成长的回忆 除了长辈不舍 还有公车迷拿着念书时期的月票 要来回味念书时期 等公车的感觉 在苗栗地区行驶超过六十年的新竹客运 宣布营运到十五号 要退出苗栗的十二条公车路线 十五号就有五十多位的民众 赶当末班车来场怀旧之旅 十六号开始将由另一家业者 一节科技继续行驶 新竹区建立所指出 新业者接手之后 路线战场以及票价都维持不变 新竹区建立所表示 行业者接手之后 不会影响县民 原有的搭车权益 而新竹客运则透过声明表示 大湾新不佳以及驾驶人力荒影响 对逐步结束苗栗 新竹竹东 关西等公路客运的业务 也凸显客运业者面临的经营困境 记得林健身王龙涛 苗栗报道 日月台万人勇度活动 昨天登场 今年参加有一千八百六十九队 人数有两万两千六百零六人 创下了新高 第十一度挑战的前总统马英九 已经临近了七十五岁的年龄上限 但是马英九表示 他还是会年年来 除非是不笨了 大批游客来到日月台 拿着永距下水往前游 场面相当壮观 日月台万人勇度活动 十五号上午正式登场 人潮在水上排成长长的人龙 享受日月台的湖光山色 也挑战自己的体力和耐力 不少人还是从外县市组队 凌晨就到了日月台 还有不少人每年参加 给自己写下记录 我来这边游过三次 第一次是带小朋友来 第二次是带客户来 应该有 因为先前有去学开放水域的课程 所以这样比较有安心感 而七十四岁的前总统马英九 今年一样没缺席 这也是他连续第十一次挑战 但因为已经接近 永渡年龄上限七十五岁 今年是否是最后一永 也引起关注 南投县府表示 今年参加有一千八百六十九队 人数有两万两千六百零六人 创下了新高 虽然外界有希望增加 永度次数的建议 但县长许淑华表示 尽管是有助观光 但还是要多方考量 再来研究 根据卫福部的推估 全台大约有五百万人罹患高血压 日本最新研发出一款高血压疫苗 只要打一针就能够稳定血压 控制住病情 再等三到五年完成第三期试验 就渴望上市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 患者必须每天规律服药 如果忘记吃药或是任意停药 可能引发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风险 过日本最新研发出一款高血压疫苗 只要打一针就能稳定血压 控制病情 国登医师表示 日本的高血压疫苗研发 主要是藉由疫苗抗体 与血管收缩素的受体相结合 以维持血压的稳定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 及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疫苗保护效果 可以维持三个月到六个月 对于常常忘记服药 以及心衰竭肾衰竭等 无法口服药物的重症患者而言 是一大福音 根据卫福部估计 十八岁以上国人 约有五百万人罹患高血压 但是仅有三成患者稳定用药 一时提醒 高血压初期症状不明显 等到出现头晕头痛 胸闷胸痛时 大多已经很严重 因此建议四十岁以上民众 要定期量血压 而日本的高血压疫苗 还需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 至少需三到五年 才有机会上市 记者大学们讲东西 特别报道 为了要感谢 一时长久下来 对文化保存的贡献 台北市文化局 举行了无形文化资产 授证典礼 获奖者除了歌仔系天王杨丽花 还有传统工艺 酌情保存者林丽震 优美的鼓琴演奏声 让人发尸骨之忧情 这位音乐家林法的父亲 传统工艺酌情制作师林丽震 正是今年北市 无形文化资产浓郁的受证者 半个世纪前 从小自学木工技巧的他 因为接受友人委托 制作鼓琴 开始了他的酌情工艺人生 会做琴的他 也培养儿子 成为鼓琴音乐家 从前人家说 我不会弹琴怎么能做琴 所以我从小要从演奏入手 如果政府方面没有这种活动的话 很快就没了 那这样可以振奋一些年轻人的向往之心 希望我能够从演奏这一部分 再慢慢的回归到做琴 弹补一些作琴在试音或者在音色音质上面调整的一些不足 而只对父亲获奖感到十分高兴 而不只酌情工艺受到瞩目 这场典礼中 另一个获奖者就是歌仔戏天王杨丽花 从小投入歌仔戏演出的他 不但将歌仔戏文化带入电台电视中 还将歌仔戏带入国家殿堂演出 并且投入教育传承的事业中 杨丽花希望政府能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 加强推广 让这些瑰宝能代代相传 台北市文化局强调 从2008年至今 已经登陆24项无形文化资产 总计39个保存者和团体 维护台北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蕴 记得陈阿兴 陈鸿毅台北报道 英国拥有迷人的历史文化 全球游客络绎不绝 像是传奇摇滚乐团 披头四眼出过的老房子 就改造成了民宿来出租 而伯洁顿家族的拍摄地巴斯 也吸引了大批居民来朝鮮 墙上挂满老照片 每一间客房装饰风格 都不太相同 这床位于英国利物浦的老房 曾是传奇天团 披头四早期的表演场地 它过去是一间名叫 卡斯巴的咖啡俱乐部 乐团在俱乐部地下室 进行超过40场演出 如今老房经过一番打理 被赋予新的生命 来到空间不大的地下室 由披头四成员亲手打造的装饰 仍完整被保留下来 卡斯巴是由披头四初代鼓手贝斯特的母亲所经营 短暂三年之间 每个周末都有披头四的演出 如今屋内开放出租的套房 分别以披头四最初的成员命名 半月开始吸引不少粉丝入住 离开利物浦来到英格兰南部的老城巴斯 以前游客来这里是要看罗马浴场 朝圣傲慢与偏见和真奥斯丁 但最近有许多人是为了踩点影集 伯杰顿家族拍摄地 由个戴奇尔基认真听导览 跟着解说员穿梭在历史街区 遇到影集中重要的场景 就赶紧拍下来留念 事实上伯杰顿家族的主编剧 就是真奥斯丁的死忠粉丝 因此系列作品是在致敬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拍摄地悬在巴斯 也延续了人们对英国设政罗曼史的热爱 女游业者指出英国超过九成的国际旅客 都是来朝圣在影剧里看到的场景 从早期的哈利波特和福尔摩斯 到如今的王冠和伯杰顿家族 受到英国文化吸引的粉丝 络绎不绝 与影剧相关的体验活动 更曾在二零一九年创造高达八点九二亿英镑的产值 公司新闻两院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继续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纸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季 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订阅明镜